8个走出悲伤和忧郁症的秘诀 很多人活在悲伤、抑郁或忧郁中,没有药物的帮助很难克服。 然而,大多数患者可能的话更倾向于避免药物治疗,因为它们通常有副作用和药物依赖的风险。 在本文中,我们将告诉你8个秘诀,让你用健康的好习惯,自然地改善你的情绪,这将让你重新找到快乐和生活的希望。 1.抗忧郁食物 你知道吗?有些食物的营养成分具有抗忧郁的特性,它们含有的脂肪酸、维他命和矿物质能自然调节神经系统。 2.经常吃这些食物很重要,因为悲伤和忧郁与缺乏特定的营养有关。 3.我们建议您在日常饮食中摄取以下食物。 5.绿叶蔬菜 5.燕麦 豆类、鹰醉豆和黑豆。 5.坚果类、核桃、杏仁和松子。 5.向日葵和亚麻子。 5.烙梨 5.橘子、栗子、沙丁鱼。 2.每周运动 5.运动不只能帮你保持身形、减轻体重和增长肌肉,它也是保持良好情绪的基础,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久做的人而言。 5.在中等强度的运动后,身体将产生血清素,血清素能使人感觉愉悦和健康。 3.投靠大自然的怀抱。 城市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远离了大自然,而大自然对于人体有平衡的作用。 5.与土壤或海洋接触,太阳的照耀,雨水的味道,山脉的颜色等等。 6.这些都能带来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需要的宁静与和谐。 7.周末时,远离城市是对抗忧郁和替下个周末充电必不可少的。 4.发现色光疗法。 5.我们身穿的颜色和周围的色彩对身体有疗愈的作用。 5.事实上,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心情来选择颜色。 5.避免黑色、灰色、棕色和其他深颜色,转而选择以下的颜色。 6.绿色,非常能保湿平衡,绿色可以产生和大自然一样的效果。 6.紫罗蓝色,放松身心,对冥想时是最有效的。 7.蓝色,非常放松,针对由压力引起的抑郁非常有效。 8.橘色,一种充满活力的颜色。 8.能给人带来欢乐与活力,还能激发创造力。 9.红色,能量与激情,但小心别过度使用,它能激起愤怒。 9.利用抗忧郁的分香。 9.气味同样也能影响人的神经系统,可以使用它们来疗愈。 9.我们建议可以在家中使用精油,或在香薰扩散器中稀释精油。 9.以下这些精油含有抗忧郁的作用。 9.柑橘类,冷山,罗勒。 9.白树,墨角兰,檀香,迷迭香。 6.巴赫花精。 8.巴赫花精是一种自然疗愈法,它有助于平衡情绪,而不会有任何药物依赖性,副作用或禁忌。 9.以下是一些最常见的花精。 9.叶生燕脉,适用于难以找到生活目标或意义的时候。 9.戒末,没有明显原因的忧郁症。 9.龙胆,由外界因素引起的忧郁症。 9.甜栗子,针对那些微情感苦恼,有嚎啕大哭倾向的人。 9.伯利恒之星,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之后,野玫瑰,射香玫瑰,有助于克服冷漠。 9.金雀花,精斗,有助于绝望和悲观情绪。 9.不断向上看。你知道你的眼球运动也会影响你的神经系统吗? 9.纵视往下看会使你进入抑郁状态,向上看则会促进乐观和良好的状态。 9.使住经常往上看,这会改善你的心态和视力。 8.感恩。 9.克服悲伤和忧郁,我们能给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,是要多余瘦,并且经常向每个人表达你的感激。 9.努力让自己每天都变得更好,会让你充满正能量而且自我感觉更良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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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